公子回来了 听雨快步地迎了上去 袁天野微微点了点头 却一眼看到站在脚门旁边的林小竹 脸上露出了笑容来 林小竹 做了什么好吃的给本公子吃 赶紧乘上来 这忙了一夜可真是饿坏了 公子 听雨的声音比平时娇媚了许多 屋内有燕窝 我用银吊子喂了一夜 就等着您回来呢 不是说早餐让林小竹做的吗 袁天野可不领情 一边走一边微煞着眉头 说 你把这除火都懒了 我岂不是白白养活了厨子 听雨被这话一噎 紧咬了一下嘴唇 看向林小竹的眼神 越发的阴沉 此时袁天野已大步走进厅里 屋里的扫雪连忙咬了水来 此后他洗脸净手 吴嬷嬷 我这么久没回来 院里的人似乎越发的没有规矩了呀 袁天野将手示茎 扔进了盆子里 接过吴嬷嬷递过来的茶杯 瞎了一口茶 抬起眼眸 道 公子教训的是 老奴一定好好管教 吴嬷嬷笑道 袁天野把茶杯放下来 转眼看向门口 林小竹 进来吧 把早餐盛上来 是 林小竹应了一声 抬脚上前 准备跨过竹红色的门槛 而刚才挤到他身侧的听语 则悄悄伸出一只脚来 将林小竹后面一只脚 绊了一下 刚才对自己极没有好感的听语 偏声挤到自己身边 林小竹便感觉有意 此时心里早有防备 有意让他半了一下 身体往前一扑 堪堪稳住了身子 然后抢在听语前开口 很委屈地回头道 听语姑娘 你帮我干什么呀 大家的目光都望向了听语 因为要挡在膝盖 不能弯曲的僵尸进家 同时挡住财运不外泄 古建筑的门槛都是住得极高的 听语本就有武功在身的 又有事 有门角和高高的门槛挡着 大家都看不见 玉辈把林小竹绊倒 好趁乱把他手里的食物给扫走 不让袁天野追查今早发生的事 却不想着林小竹竟然异常灵敏 虽然被扮了一个量抢 却没有摔倒 他心里直呼倒霉 只好装出无辜的样子 满脸的惊讶地道 小竹姑娘 何出此言 我什么时候扮过你 哦 有可能是我感觉错了 对不起 林小竹咬了咬嘴唇 垂下眼眸连声道歉 然后抬起眼睛 看了袁天野一眼 将手里的托盘放到桌上 再把碗筷拿出来 放到袁天野的面前 看到大家投过来的目光 听语气得哑痒痒 如果林小竹不依不饶 他还可以辩驳几句 将这事遮掩进去 可林小竹这稀释宁人 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模样 反倒引起大家更深的怀疑 他欲要再辩驳吧 倒显得他作贼心虚 想不到 这乡下小妮子的心机 如此的深沉 听语看向林小竹的目光 越发的阴沉 袁天野将听于脸上的表情变化 和眼里的情绪 全部看在眼里 然后收回目光 看向林小竹 见林小竹 仍然是一脸的甜淡安宁 仿若刚才的事 丝毫不影响他的心绪 他的心不由地 也宁静了下来 咦 怎么做的白粥 站在一旁的吴沐沐 看见林小竹 从小罐子里 摇出来的东西 不由地惊叫起来 然后一转脸 叫声更大 一碟泡菜 他转过脸来 看着林小竹 斥责道 公子一夜未睡 心里焦脆 正需要滋补的时候 你去做这样的东西上来 是何意思 吴嬷嬷 袁天野打断了他的话 是 老奴在 吴嬷嬷低头弯腰 竟听他吩咐 袁天野却不再理他 抬起头看着林小竹 道 林小竹 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说 厨房里除了一点米 和一坛泡菜 什么都没有 柴也是实的 张管家也不在家 没有办法找他零食材 所以小竹 只得做了这样早餐上来 林小竹禀道 公子 听雨上前一步 正要静静谗言 把罪名给林小竹坐实 却不想啪的一声 袁天野猛地将手里的茶杯 用力摔到地上 茶杯顿时碎了一地 随次扎喝茶水 差点溅到了他的身上 紧接着就听到 袁天野一声怒喝 我这袁府 何时穷到了这个地步 听堂里一片寂静 大家都被吓呆了 木雕似的站在那里 大气都不敢出 这听堂里除了 扫雪和李小竹 都是从袁天野 十岁那年回国 就一直伺候着他的 可这八年里 大家从来没有看见过 袁天野发火 可这会儿 袁天野脸色铁青 银牙紧咬 井上亲亲抱起 目光冰冷 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 什么事惹得公子这么愤怒 发这么大的火 大家不由地 把刚才的事再回忆一遍 想着自己是不是记错了什么 可还没有等人家想清楚 袁天野便又冷冷地开口了 老张 你把事情查清楚 我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许包庇任何人 一旦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唯你是问 是 是 我马上就去查 张管家抹着额头上的汗水 急急退了出去 一股寒气从听雨的脚底 沿着脊背直冒上来 他只觉浑身发冷 可身上的汗水 却把解衣给打湿了 他抬起眼来 愣愣地看着林小竹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公子 只为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发这么大的火 连事情的缘由都不问 就相信他说的就是事实 还势必要将事情追查到底 吴嬷嬷有些怜悯地 看了听雨一眼 转而投向林小竹的目光里 带了一抹深思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地扫干净 袁天野还是不顺 说话的口气异常冰冷 是是是 奴婢马上就扫 马上就扫 扫雪跟兔子一般跑了出去 紧接着拿了扫帚又进了门 小心而利索地 将地上的碎瓷片 扫到了琢机里 带着扫雪出去 袁天野这才伸出手来 端起桌上的粥 就着泡菜吃了起来 林小竹赶紧将托盘移到一旁 以便他能更好地吃东西 刚才还真是把他吓了一大跳 他一直以为 袁天野和善宽厚 可脾气好的人发起火来 还真是够吓人的 吴嬷嬷 婷宇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这一动 就让公子想起他这个人来 从而把火发到他的身上 谁得抬起脸 趁袁天野埋头喝粥的功夫 轻轻张着嘴型 呼唤着吴嬷嬷 继续 地居